魏公公就是太后的暗卫首领魅颖 他手底下有四十个暗卫 平常呢 是一半在慈宁宫中当差 一半在梁王府内当差 一听到他来了 谢太后立即起了床 小魏子 什么事这么着急 难道能性命的也找到了 魏公公贵服于地 回主子的话 梁王府走水了 什么时候 人有没有问题 这下子谢太后是真的急得跳起来了 魏公公立即答话 刚刚就在刚才 梁王府正愿上宫 突然天降大火 现在五成兵马司的人正在救火 天降大火 天降大火 听到这四个字 谢太后的脑子嗡嗡作响 因为 原来这皇后出了事 所以天降大火事情 难道她真的是天命皇后 不能动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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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 一定是巧合 她是奉命 难道安家就不是奉命吗 世间大哥太后不是现在皇后的 谢太后只能不断的安慰着自己 直到她的心跳正常了 她才问起了梁王来 梁儿她怎么样了 她没事吧 还有王妃与两个公主 情况如何 太后放心 王爷与王妃的院子没有起火 两位郡主也没有受惊 还好还好 儿子和孙女都没事 那就好 看着自家主子发白的脸色 小名字上前一步 太后娘娘 您别担心 不过损些财物罢了 钱财乃身外之物 您的身体要紧 再说了 这场大火也表明了 王爷是贵命之人 对 这话 很是动听啊 非常合谢太后的心意 她儿子住的主院 与王府正院最近 正院被烧 可她住的地方 却是安然无事 这 说明了什么 想到这儿 谢太后的小心杆 又是猛然的跳了起来 难道我儿真的身怀龙气 这就是说 可这念头才刚起 陈嬷嬷便急步走了进来 太后娘娘 梁王入宫了 什么 她这回入宫做什么 她不应该正在处理府上大事吗 一大清早的 谢太后真的是一惊一乍 这老心肝都有一点受不了了 快让她进来 梁王很快进来了 脸色苍白如纸 看她这副模样 谢太后的心再次乱跳起来 梁儿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难道整个王府都被烧了吗 梁王没有开口 她只是看了屋内的几个人一眼 谢太后立即挥手 让他们全部退下 说吧 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让你吓成这样 安妇巷里所有的人都不见了 不可能 谢太后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那里可是有三四个女子都怀孕了呢 很可能都是她的亲孙子呀 心好痛 不可能 拜拜 感谢观看